赛罗正在认真的与师傅学习 一招佛山无音角 再加一招天马流星拳之后 师傅拿来奥特钥匙插在地上 他示意赛罗用飞踢将其踢断 横空后的赛罗就是一招雷欧飞踢 飞踢落下之后 一秒钟后奥特钥匙断裂 雷欧见状后说了一声 随后一辆吉普车开了过来 原来是二师傅 阿斯特拉赶了过来 这才是真正的终极训练 雷欧抚摸起吉普车 往事瞬间涌上行头 团开着吉普车前来 雷欧人间提凤云拼命的逃跑 就这样凤云连番遭受吉普车的碰撞 风水轮流转 现在终于轮到赛文的儿子赛罗 雷欧想完全身哆嗦 居然突然严格起来 赛罗感觉不妙 雷欧已开上吉普车 发动车子之后 对着赛罗就追了上去 赛罗你不要跑 你躲什么 你冲着轻车来 你想逃走 你快过来 这真是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老子的债最终还是赛罗给滑上了 小特与卡姐正在愉快的游戏 就在特丽加双杀之后 卡米拉明显不开心 看到特丽加如此不懂怜香惜玉 卡米拉内心怒火中烧 于是一场大战一触即发 卡米拉率先一脚侧体 特丽加的反抗毫无力气 卡米拉几个回合 就将特丽加给打趴下 在一番磕头之后 一脚将她踹了出去 再补一脚后 特丽加倒头就睡 第二天 两奥又玩起了游戏 这时的卡姐明显占据了上方 因为特丽加的右手已被打残 面对特丽加叛逆 卡姐再次进行家暴 特丽加化为空中形态 但她依旧不是卡米拉的对手 随后特丽加居然黑化 一个光线偷袭之后 但还不是卡米拉的对手 所以又再次败在了卡米拉的脚下 这真是一物降一物 第三天 两奥再玩游戏 特丽加却只有关键的份 这是多么痛的领悟 初恕的赛罗居然遭遇了结盾 在遭受她的重创之后 赛罗不抵 在十分钟前 赛罗正在贴新年对联 而就在这时 杰顿突然杀了过来 赛罗当人不让的前去阻止 杰顿却如入无人之境般的肆虐 就在赛罗赶到之后 却依然无法阻止杰顿 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战斗 就在此时 高斯玉带拿及时出现 三奥互相连上蓝牙之后 赛加奥特马拉风现实 看着胳膊多粗 看着胸肌多大 看着脑袋多远 随后一个瞬移 两拳就将杰顿吹了出去 赛加不愧是赛加 杰顿被打得找不到东南西北 赛加冲准时机 一个敌人砍向杰顿 被砍向空中的杰顿 一脚又给踏了下了 杰顿当机猛拳 赛加划一为三 这个操作让杰顿万万没有想到 杰顿一番感谢之后 反护家过年去了